格力遥控器华氏度怎么改成摄氏度 很多人发现遥控器上面显示不正确 温度太高了怎么也调不下来 以为是坏掉了啊 其实不是的 现在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恢复 比如我这里有两个格力遥控器 这个是个老款的 这个是个新款的 但是你们看 像这个显示78度 这里写了一个77度 比如我们想把这个温度调低一点 一点按着不放 但是最低也就能达到61度 这样肯定是不正常的 是吧 比如我们调下最高温度 你们看 最高温度也是86度 也不正常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86后面是一个圈 一个F 那这个说明是华氏度 不是摄氏度 我们平常用的都是摄氏度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把它转换过来 转换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我们首先把这个温控器关掉 然后按一下这个模式键 还有这个温度下键 同时按 你们看 现在再打开 这样就切换过来了 摄氏度也就一个圈 一个C 这样就正常了 看到吧 最高温度 30度 最低温度 一般的在16度 是吧 还有这个楼款的温控器 操作方法也是一样的 首先给它关机 然后按一下模式键 跟温度简介 一起按 好 这样就切换过来了 看到吧 也是一个圈 一个C 如果说 有的还不会 或者按键 不怎么好了 按不出来 调节不出来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直接 把这个电池 给它拿掉 按一下开关 然后 就把这个电池 装上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们看 也自动 变成 摄氏度了 看到吧 所以说 给它断电 也能恢复 正常 方法 就是这么简单 顺便 再来给大家分享 一个小技巧 有的时候 像我们这个按键 不拧了 按不动 没有反应 看到吧 开关 开关不了 温度也调节不了 有的人以为坏了了 其实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里 是有一个锁的标志 等于说 这个摇氏器 被锁住了 这个时候啊 我们按一下 这个温度简介 跟温度加件 一起按 好了 这样就设置成功了 就解锁了 这个也是的 像这个摇氏器 不太明明啊 你看 这里也出现了 一个锁住标志 如果锁住了 我们按摇氏器 就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这时候 就需要解锁 好 现在就可以了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我们只需要 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并不是摇氏器 损坏了啊 那么 那么 好 如此 于